10月28日CBA常规赛第六轮 辽宁南篮114比103击败同西 目前在积分榜上 以五胜一负战略第三位 仅次于广东队和广沙队 回顾本场比赛 由于两支球队的实力悬殊 辽宁队基本属于正常操作 同西这边全靠西热丽江的七个三分球苦苦支撑 辽宁队再次赢球固然是好消息 但不值得高兴 杨明这个举措让人心寒 这就是对于朱镕镇的使用上 这是朱镕镇来到辽宁队的第二年 此前三年时间 他一直都在山东队效力 但是结果大家也都看见了 山东队内线人员充足 根本没有他表现的机会 他们最缺的是后卫 于是和辽宁队一唱一和 双方进行了球员租戒 朱镕镇顺理成章地来到了辽宁队 来到这里的第一个赛季 小朱明显有点水土不服 在场上表现的毛手毛脚 可能是由于紧张 毕竟辽宁队是夺冠大热门 也可能是没有融合到球队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 主教练杨明对他各种口吐芬芳 一度压缩他的上场时间 而郭艾伦也对他喋喋不休 在一处突破中 朱镕镇给郭艾伦做挡拆 结果大侄子自己运球失误 却转而怪起了小朱 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转机出现在大寒受伤 朱镕镇上场时间增加 于是新赛季的他卷土重来 在面对老东甲山东队时 可以说统治了内线 对面的主力中锋陶汉林被完全限制 赛后更是很多球员让他退役 由此可见朱镕镇实力质的提升 不过最近由于二哥李小旭的付出 朱镕镇再次陷入迷茫 他的时间再次被压缩 今天就是典型案例 对阵同袭队 三叉戟的出场时间都在30分钟左右 而郭艾伦更是达到了41分钟 就连演首期也有20分钟 反观朱镕 简简单单的14分钟 要知道双方差距还是有的 辽宁队更应该以训练阵容为主 显然杨明不是这样做的 他让年迈的韩德军打了30分钟 却不给朱镕镇更多机会 这真的有点让人费解 过了这个赛季 朱镕镇和高诗园 粗介奇就到了 到时候很有可能他会回到山东队 也许杨明是这样想的 以自己球员为主 殊不知 他们这个赛季的目标是总冠军 你不可能连续三年输给广东队吧